第1087集 黑衣斗篷男子看到青阳的动作 眼中生起恍然之色 微微点了点头心中感叹 不愧是我家夫人 我们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您居然有办法 看来夫人的能力也是相当不俗呢 难怪教主大人喜欢 心中想着 他的脚步也没闲着 随着青阳抛出果实被他接住 疯狂的人群又将目标改成了他 在这个家伙身上 这家伙抢到兵领果了 消出来 一众强者早已红了眼 死命地追赶着 无奈这黑衣人是法则强者 速度非常快 除了当先那几个同为法则强者的 其他人根本没办法赶上他 紧追不舍的有五人 康维多及他的两名手下 另外还有水系修炼者科摩 和地系修炼者卡特 因为大家都是盟主级祝福 外加领悟的两种元素法则特性 实力相差不大 因此距离既无法拉开 也很难追上 唯有康维多手下的那名风系强者 速度极快 渐渐赶了上来 眼看着就要追上了 他目中金光闪烁 默得一声怒吼 挥舞着手中的双锤 放出一道强大的风系攻击 黑衣人无奈只能反手一挥 也放出一道攻击 两人交锋到了一起 风元素之灵 猛地撞上了前方的黑衣人 谁知他却突然撤去了力道 一声大叫 硬生生顶下来这道攻击 并任由这风系力量 将他狠狠弹飞出去 在这冲击之下 一瞬间便拉开了数百丈的距离 再也看不见了 见此情景 正在追逐的众人 不约而同地大骂起来 搞什么东西啊 男人都不会来 你这家伙是白痴吗 风系元素是最好的加速力量 你这么一吹 不正好把他也吹跑了吗 妈的蠢货真是蠢货啊 众人痛心疾首的 瞪着康维多手下 那名风系强者 你怎么就那么不小心 难道不知道那人为了保护灵果 这受点伤他根本不在乎吗 这下灵果没了 你要如何赔偿本少 康维多随后追上 也劈头盖脸 对着这人一通大骂 满脸不悦 眼底深处 却是透出一丝暗息 是 少爷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人 委屈地低着头 旁边那名法则强者 面带劝慰之色 与他们一搭一唱道 七少王 您也别生气了嘛 现在那灵果已经追不上了 我们再提也没用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呢 只要为康丁盟主办成了这件事情 便可得百万莫经悬赏 想必也能弥补冰灵果的漏师了 众多君王眼见冰灵果没了 心中正在遗憾 都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正摇头叹气 打算算了 可听到这句话 却又眼睛一亮 再次提起精神来 百万莫经 那不是康丁盟主 对那个杀子仇人秦峰的悬赏任务吗 难道已经知道秦峰的下落了 得知这个消息 刚要离开的修炼者们 纷纷停住了脚步 回头看过来 要知道 冰灵果也不过价值几百万莫经 这百万莫经的悬赏 足够让所有流浪修炼者心动不已了 地系修炼者卡特挑了挑农眉问道 康丁盟主少爷 您真的发现了那秦峰吗 他也来了这冰眼镇 参加此番的灵果争夺 自然是真的 那秦峰狡猾无比 乔装改扮 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来掩人耳目 却不知 施展的霸王枪诀 逃不过本少的眼睛 大家还记得方才那第一个出手 与兵援聚受过招的人吧 就是他 康与兵多脸上泛起一丝宁笑 莫得一抬手指向一个方向 口中叠叠怪笑道 秦峰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还不快给本少滚出来受死 他指的正是跟在人群中观望的奥峰三人所在之地 没想到康维多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连奥峰也不由地愣了一愣 被这突然发难 搞得有些措手不及 他暗暗挑了挑眉毛 这康维多倒也不笨嘛 居然被他认出来了 随着一双双眼睛看过来 方才与兵援聚受对招的奥峰便藏不住了 是他 是他 他就是那个清风 怪不得方才他施展内招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眼神呢 原来是霸王枪决 只要为康帝盟主干掉他 就能得到百万赏金 阵阵的惊呼在周围响起 上百君王神色各异 眼中一种肃杀之气若隐若现 不动声色地将奥峰三人包围了起来 糟了 这个该死的康维多 清玄眼见奥峰的身份暴露了 不禁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全身灵魂之力沸腾起来 随时准备出手突围 不过纵然他们实力高强 面对这么多强者 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诺顿挑眉看了奥峰一眼 倒并没有那么意外 之前知道奥峰和清玄两个 都是风系强者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这个可能了 可他并不介意二人的乔庄 此时更是翻手握住了大剑的剑柄 也蓄势待发 奥峰既然不顾危险地来这冰眼镇 帮他们夺取冰灵果 他又怎能不讲义气呢 二人正打算发起突击 冲开一个口子 却双双觉得肩膀上一紧被奥峰一把拉住 清风兄弟 你 你想干什么 这个时候还不快点突围 难道在这里等死吗 别慌 就凭康维多这点心眼 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原本我倒也不想和他一般见识 现在却是他自寻死路 我自有办法 你们看着就是 奥峰眼中却是精芒一闪 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 淡淡地对着二人笑了笑 看着他毫不紧张的模样 清玄和诺顿心中虽有疑惑 也不再多言 两人和奥峰相处时间不长 但却明白他不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 而且他身份神秘 底牌颇多 没那么容易被人杀死 三人说话的这会儿功夫 周围的众强者已经越逼越近 圈子越缩越小 眼看着就要一拥而上 这个时候 圈子中央的奥峰 却忽然高叫一声 慢着 众人的动作齐齐一顿 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原地 他们对奥峰 还是有几分忌惮的 方才他硬扛兵源巨兽的那一下 让在场的众多君王印象深刻 在他高声一呼之下 还真没几个人 敢直接硬冲上去 怎么 还想垂死挣扎 亲父 你别以为有点实力就能横行天下 这里这么多高手 还对付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城主 大家一人一口口水 都能喷死你啊 康维多面带冷笑的从外面飞到近处 刚刚和他一起追人的几名法则强者也都过来了 百万赏金不是小数目 法则强者也会为之心动的 五名法则强者带头 后方的人们也便有了胆气 人们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只是 不等他们有什么行动 就听见傲锋一声吃笑 再度开口说道 我说康维多 你真以为 在场的人都是脑残吗 你说我是秦枫 我就是秦枫 那我说你是萨瓦多 你便真的是萨瓦多了吗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